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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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救恩的缘故 我根本上没有能力把人救出罪恶的深渊里面 但是主啊 求你帮助 至少使用我们成为上帝你救恩上面 路上的一个路标指向 那一条路才是得到上帝你的救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 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上个礼拜我们也都同样看到原来上帝是会用一些罪人成就他的事情 上帝也会用一些罪人来成就他的事情 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 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是很容易跌入了一个自大的状态 今天的很多基督徒都很容易跌入一个很自大的状态 认为只有我们才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心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心 人的心怎么能够回转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 人的心怎样回转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 于是乎很多基督徒就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 有些基督徒都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上帝原来在整个拯救救救恩的历史里面 在上帝在整个历史的成就救恩里面 都用了不少的罪人 都用了不少的罪人 去成就他救恩的事情 去成就他的救恩的事 给大家看一下 给个例子 旧约的 旧约的 有尼布甲尼撒王 有尼布甲尼撒王 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 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知道 尼布甲尼撒王 是怎样去真是残酷 对待当时被老的以色列民 尼布甲尼撒王 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当时的犹太人 属于恶人 他必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是世界恶人 属于恶人 属于恶人 他必定是其中一个 他一定是其中一个 他一定是其中一个 但上帝他有利用他 上帝利用他 塑造一个更加坚信上帝的但以理 属于一个更加坚信他的但以理 和他身边几个朋友 跟他身边的朋友 使得他们的见证 使得他的见证 直接一个恶人 更加彰显上帝 更加彰显上帝 去到新约的时代 上帝又要用另一个恶人 上帝同样利用另一个恶人 这个恶人叫希律 希律这个人物 希律这个人 可以说是充满罪恶的一个人 可以说他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 因为血统的缘故 由于血统的缘故 他是蝉杂了犹太人和不同类型的人的血统 他蝉杂了犹太人和不同类族的血统 但为了政治的因由 因为政治因由 他于是乎也要显出自己的正统 提出自己的正统 于是乎很多时候 他显出好像自己很敬畏耶和华 很多时候显示他好像很敬畏耶和华 他对犹太人的残酷对待 他对犹太人的残酷对待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施洗约翰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 为了讨他家人的欢心 为讨他家人的欢喜 可以杀基督徒 可以杀基督徒 杀上帝的仆人 杀上帝的仆人 但是这件事 又塑造了另一个情况 又塑造了另外一个状况 更多个基督徒 更多的基督徒 看到罪恶的可怕 罪恶的可怕 所以其实在历史的里面 所以在历史里面 上帝其实仍然有很多个恶人 其实在塑造着他的子民 上帝令很多的恶人塑造了他的子民 比如另一个近代一点的 我们熟悉一点的人物 比如近代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物 那个叫做希特勒 叫做希特勒 这个人可以说得 历史当中十大恶人 必定上榜其中一位 这个可以称为历史上 十大恶人当中 可能成为榜位 但是不是因为希特勒的出现 不是因为希特勒的出现 基督教的属灵的根底 也不能够继续得到廉正 基督教的根底也不能得到炼正 其实我在这里不是去包奖这些这样的恶人 在这里不是包奖这些恶人 不要误会 我真的不是包奖他们 不是叫你们去做恶人 成就上帝的心意 不是在讲这个信息 不要误会 不是说让你们去学恶人 成为上帝信息 只不过我想挂一件事给大家知道 只是告诉大家 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 上帝要成就的工作 上帝要成就的工作 什么人他都可以用得到 什么人他都可以用 而无论几恶的恶人 如何想拦住上帝都好 不管是他有多恶的人 或多拦住上帝的人 结果上帝的知仍然得以成就 上帝的旨意都可以成就 而我们熟悉的主耶稣基督 同样是被恶人所害 我们所熟悉的主耶稣基督 同样是被恶人所害 而这个恶人 还是最亲近的其中一个门徒 而这个恶人 还是自己最亲近的门徒 他叫加勒人犹大 他是加勒人犹大 他害耶稣不用介绍了 他跟耶稣不用介绍了 但是这些种种的恶人出现 这些种种的恶人的出现 有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果效呢 这个正正就是今天 我想继续跟大家讲这个题目 这是今天我跟大家继续讲的这个题目 神殖恶人去成就他的旨意 神殖恶人成就他的旨意 其实恶人的出现 其实恶人的出现 最起码 已经有一个原因 上帝要使用给这些恶人的 上帝要使用这些恶人 就是要让我们去明白 如何追求上帝的公义 就是让我们明白 怎样追求上帝的公义 听清楚 听清楚 我要qualify这句说话的 要追求的不是公义 要追求的不是公义 而是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公义 和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公义 是可以截然不同的东西来的 上帝的公义 和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公义 是截然不同的 我记得在早十几二十年前 美国要去打伊拉克的时候 早在十几二年前的时候 美国在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想将整场战争命名为公义之战 想将整场的战争称为公义之战 后来他身边的人说 不要这样叫 后来身边的人说 不要这样叫 什么原因我不想在这里考究 这里什么原因呢 不在这里考究 不过今天的人看公义 不过今天的人看公义 就是为了我自己的权利去争取 就是为自己的权利而争取 不是上帝的标准来的 不是上帝的标准 是自我的利益的考虑来的 是自我的利益考虑 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 这么多人 民是攻打民 国攻打国呢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 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呢 因为在自己人的里面 因为在自己人当中 互相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 互相为自己的利益争取 他们都认为是公义来的 他认为是公义 只有大群数的人 他认为得到好处 就是公义咯 只有大多数人得到利益数呢 就是公义了 但上帝的公义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上帝的公义是这样的吗 这个正正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明辨的事实 这是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辨的事情 我们追求的是上帝的公义 我们追求的是上帝的公义 不只在一界定在一个地方 上帝的公义在一个地方 就是罪 就是罪 得到去解除在人的室里面 人能够脱离罪 人不能脱离罪 这个就是上帝显明 他的公义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上帝在显示他的公义最重要的一件事 接着做什么 仰望在神的面前 仰望在神的面前 不是 只是在你自己的层面里面 不是只在自己的层面里 所以基督徒 当我们看见上帝 运用一些恶人 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所以基督徒看到上帝 用一些恶人存在世上的时候 是让你和我反思 让你和我反思 我追求的是上帝的公义 我追求的是上帝的公义 还是自己的利益 还是自己的利益 上帝为什么要用恶人 上帝为什么要用恶人 我告诉你 我告诉大家 我有很深体会 我有很深的体会 恶人在这个世界 恶人在世上 你不要想着他是当权的 不要认为他是当权的 可能一个普通街边一个人 或者你家里的邻居 都可能是一个很大恶人 你身边的邻居 都可能是一个大恶人 他做一些事 他所做的 毫无理由 没有理由 他的要求 他的要求 我们可以这么说 毫无根据 没有根据 但是 你又不能够去批评他 你又不能批评他 你知道现在很流行这句说话 你不要批评我 你不要批评我 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人权 我有我的人权 你有你的人权 你有你的人权 如果我认为 你没有批评我 如果我是这样 你不要批评我 甚至他的看法 傷害到你的利益的时候 甚至他的看法 傷害到你的利益的时候 你都不可以出声 你都不可以出声 这个世代 现在最惨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最惨的是这样 最可怕的其中一件事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使得你割住都出不了 你憋着都出不出声 我曾经有一个邻居 曾经有一个邻居 为了建一个围栏 大家知道 在加拿大住屋 一间房子 要建一个围栏 在加拿大的每间房子 之间有建一个围栏 在建围栏的时候 就请过 在建围栏公司 他们拿了一些图籍 如何割开一块地 一块地多大 就交给建筑公司 建筑公司在建围栏之前 都有拿到头纸 好了 建的时候 起了 建好了 我邻居 鄰居呢 每天见到我 都是说这句话 都会说这句话 不过我没说过给我家人听 我自己谷住气 谷了几十年 我这个憋到自己 没有说出来跟家里 他每次都这么说 他每次都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围栏 起的时候 你说这个围栏起的时候 你起过来我那边半尺 你起过来我这边有半尺 我说 我不知道 这件事 我说我不知道 是起过了半尺 我看到是起过半尺 我看是过了我们这边半尺 那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 不如找尺出来 量一量 找一幅圖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图纸拿出来 量一量 他就这样跟我说 他就这样 不要量了 都起了 不要量了 都已经建好了 他说这句话 弄得我 我很生气 憋得我很生气 就是我想 糾正的错误 如果你说我错的话 我想极要这个错误 如果你说我错的话 第一 不是我起的 这个围栏 交给工程公司起 叫个工程公司起的 叫个工程公司起的 起的时候 建的时候 你又再长 我又再长 两个人都在场 人家那个工程公司说 肯定对了 看过对了 我才走的 当场度了 建筑公司当时是良好的 他不服气 他不服气 结果 我说拿出来度 他又说不要度 我说重新量过 他说不用了 自此之后经常就跟我说 你这个栏起过了我半尺 每次见面都跟我说 你的栏超过 我明明度过 我自己后来还出去度过 明明没有过半尺 我自己还出去量一下 明明没有过去 说真的 那栏弹弹弹的 上空 他多了我半尺 差不多 不过我免得吵 这些是吧 这个 发风刮的时候 把栏杆上面 就往这边 都移过来 他有没有跟他去吵 最差不去 在他闷的心里面 有理无路数 你知不知道 有理说不出 李姊妹 那个理由在我那里 但是我没得说 你又在我这里 大美的吧 我免得说给家人 说给大家 又吵圈巴巴巴又骂我 如果跟家人说 不要跟人吵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上帝 为什么用这样的人 在你邻居 这个世上 为什么有这样的人 还是你的邻居 上帝为什么要你 受这样的气 上帝为什么要你 受这样的气 其实上帝不断提醒我 在你身边 很多人 都没有上帝的公义 在你身边的很多人 都没有上帝的公义 他只是凭自己 但是凭自己 他弹他出来 他喜欢享受 弹一句 刺激一下你 他将他的喜乐 建筑在你的痛苦身上 他随后就没有说出来 将他的喜乐 坚持你的痛苦之下 那就是这样 弟兄姐妹 所以第一样东西 为什么上帝要用恶人 在你身边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上帝 用恶人在你身边呢 如果你谷得久 如果你憋得太久 那就是发神经 就会发神经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发过神经 没有 因为这样谷得久 那头 因为闷过久了 肯定会发神经 但是发神经 都不可以向那些人 只能够自己躲起来 找个地方发神经 是不是 发神经 也不能直接对了他 只能自己躲起来去发 如果不是就上街 或者自己走上街 就是汽油弹 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谷得太久 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公义 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的公义 你有你公义 我有我公义 个个公义都不同定位 只有自己的公义 不同的定位 这个正正就是保罗瑜的情况 这就是保罗所遇到的情况 我们看回这段经文了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过 第25章 第1至第5节 1到5节 保罗现在 遇到一个 亦都是坏人 保罗现在遇到一个 你可以说是坏人 真的很奇妙 保罗被千夫长所救 保罗被千夫长所救 千夫长是罗马人 救了他 放了他去埃撒尼亚 救了他 放他在凯撒尼亚 先前又被另一个 在埃撒尼亚的巡辅 叫做菲力斯 就玩了他一轮了 先前被巡辅 叫菲力斯 菲力斯想利用保罗 拿一些油水 菲力斯想利用保罗 赚一些油水 菲力斯也是罗马人 菲力斯也是油水 好了 到这个菲力斯 站不稳脚了 菲力斯没有站稳脚 因为犹太人去告御狀了 因为犹太人去告御狀 就搞到转了巡辅 变成现在菲力斯 菲力斯 就换了巡辅 叫做菲力斯 这个菲力斯也不是好人 这个菲力斯也不是好人 因为他借机会上了位 他借机会换上位 不单止立刻要菲力斯 临走之前要锁回保罗 他不当叫菲力斯 在临走之前呢 将保罗锁起来 这个菲斯都一到日 不够三天 就用鼠上去耶路撒冷 谈一盘大计 想一起 跟犹太人公会 去陷害保罗 菲斯都上任不到三天 就要去凯撒利亚 去跟那些人商量 去控告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保罗怎么处理好呢 保罗如何处理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看的主题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主题 第六节到十二节 这是六大十二节 第六节到十二节 其实整段经文就是 菲斯都和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夹底的一个推行过程 这就是菲斯都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人来合谋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帮犹太人 又想继续去用暗杀的行动 去杀保罗 因为这些犹太人又想用暗杀的方法 来谋害保罗 那要弄个菲出来 这个菲出来 陷害保罗 陷害保罗 让他回到耶路撒冷 让他去耶路撒冷 中途就杀了他 中途杀了他 中途杀了他 好了 那我们就看看这件事的过程 究竟这个菲如何去设计 如何去推行 保罗也如何面对这些情况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局是怎么设立 然后保罗是怎么去对待的呢 好了 那我们就从第六节那里说 菲斯都就跟着马上住在耶路撒冷 不是立刻落回去 住了十日八日才去海撒尼亚 菲斯都在凯撒尼亚住了十天八天 这次就快手了他 这就是快的 害人的事很快的 害人的事很快的 做好事就拖的 做好事就拖的 有没有留意啊 比如在家里叫你抹地 清洁洗衣服那些 整天都说先等下 在家里干的家务活 如果拖地洗衣服就会 弄髒他就很耐力的 弄乱了就很快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罪人表现 是不是 菲斯都一落到去 第二天就立刻整个法庭了 菲斯都一下到凯撒尼就是上了法庭 马上提保罗出来 马上提保罗出来 第七节 跟着马上就讲了 马上就讲 保罗来到 就那些从耶路撒冷 和菲斯都一起下来的犹太人 就迫着他围着他 那些从菲斯都一起来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一起围着他 这帮犹太人和菲斯都迫着他做什么呢 这些犹太人和菲斯都围着他干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七节 最后来 说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事 第七节下半节是说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大 都是不能证实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第七节那里说 When 这个 Fesus arrived And the Jews who had gone down from Jerusalem surround him Him 当然指保罗 Bringing many serious charges against Paul Him which they could not prove 他们进行一个我们中国人最出名的做法 他们做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最出名的做法 叫莫须有 叫莫须有 莫须有 这个罪名 我想中国历史大家都用成为成语了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莫须有 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理由 我说你有罪 我说你有罪 控告的不是一点等闲的罪 控告的不是一点等闲的罪 在原文圣经讲 许多重大的事 许多重大的事 这个希腊文 Baria 这个字 这个希腊的原文是Maria B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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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其实曾经在《士徒行传》第20章29节用过 这个词曾经在《士徒行传》20章29节用过 那我们不怕 揭一揭 因为都是《士徒行传》很接近 第20章29节 20章29节 我们找到之后一起多一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士徒行传》20章29节 Let's turn to X Chapter 20 Worse 29 The author using the same adjective to describe something 我们看一下究竟这句字是什么 我们一起读第29节 Let's read verse 29 together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柴狼 不单只是一些重大事 直接是带着像柴狼的心态来揍你 他不敢指控你的事情 还是叫柴狼一样的凶暴的 邓轻姐妹 这个世界不疼你 这个世界不是看过你的 你知不知道罪人对我们基督徒 我们行公义的人呢 或者行上帝公义的人呢 这个我们如果是对一些行公义的人 他不疼你 他想你死的 他想你死的 凶暴的柴狼一样 像凶暴的柴狼一样 所以路加 其实用同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保罗面对的指控 是一班人想他死的 所以用一个同样的形容声 来形容保罗所面对的指控 好了 我们现在停在这 我们停在这 我们来看 保罗现在被一班什么人去围绕他呢 保罗面对的是什么人来围着他呢 有犹太人工会 有犹太人的工会 还加上罗马的巡抚 还有罗马的巡抚 回顾想一下这个新巡抚来之前 保罗都还有一点空间 有个人去保护住他 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新的巡抚之前呢 保罗都有一些自己的空间 记不记得 菲力斯之前呢 都仍然宽代保罗啊 菲力斯呢都宽代保罗 但是来到这一道啊 来到这里呢 再不是宽代保罗了 再不是宽代保罗了 再不是宽代保罗 全部人 所有的人 一起谷保罗 一起控告保罗 是你错 是他错 控告他什么东西啊 控告他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保罗马上就回应了 保罗马上就回应了 你控告我的东西都不能够证实的 你控告我的呢 都不能证实 于是第八节 保罗就回应 保罗就回应 回应是一个需要上帝智慧的一个做法 回应呢是需要上帝智慧的一个方法 不是你喜欢怎么回应就回应的 不是你怎么想回应就回应的 等一下 当你想一句话去回应的时候 你真的想清楚怎么回应 但你要回应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去回应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 我不怕跟大家讲 我每一天讲每一句话 我现在呢每天讲每一句话 不是因为我要讲英文 所以因为不是我母语 我要这样想 不是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我将我 我将我每一句要讲的东西 想过两三囚 我才去答那个人 我将我要回答的话呢 想两三遍才能说出来 因为你只要讲错一个字 因为讲错一个字 那个人就会抓住把柄 那个人就会抓住你的把柄 是这样插你 来批评你 不单止批评 要你陪他一起犯罪 要你陪他一起犯罪 我最近遇到一个个案 我最近有一个个案 有一个人行骗 一个人行骗 他讲了很多 他讲了很多 他很想我讲错一个字 他想我讲错一个字 就说哦那你是对 他很想我讲这句话 他说哦那你是对 他说哦你这样是对的 他很想我这样讲他 不过他不知道 我回答他这些 任何一句话之前 我想清想错 看清看错他做过些什么 在我回答任何问题之前 都要想清楚才能回答 如果我回答了 是呀你是对 那就出事了 如果我回答说 你做的对的 那就有问题了 我变成他同谋 我就变成了他同谋 保罗怎么回答呢 保罗是怎么回答的 想清想错之后这样回答 我们一起读了 第八节 好吗 正读第八节 不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埃撒 我都没有干凡 保罗在这里很强调 讲清楚给他知道 无论在犹太人的律法 在圣殿的时候 或者是对于这个埃撒 即象征罗马人的法治 我都没有犯过罪 保罗很强调的指出 他是说 犹太人的律法 还是圣殿 还是凯撒 都没有办法 别以为这句说话 是一个随便开口说的说话 第一句说话 不要以为这句话 是随便说出来的 这句说话 其实是有深层 他反思过才这样回答的 这句话是由神从反思 而回答出来的 有什么人才想得这么清楚的呢 只有有神圣灵的人才想得这么清楚 什么人才能想得这么清楚呢 只有有神的灵在当中 才能想得这么清楚 让我停一停在这儿 看一看录影的三十分钟 要转一转片 所以大英节目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回这段圣经的时候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应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应呢 因为保罗看到一件事 保罗看到一件事 如果他不定明清楚 这样的情况的话 如果他不定明清楚这样的话 菲斯都他的陷阱 他就会跌下去了 菲斯都的陷阱 他就会跌进去了 如果他自己没想过的话 如果他自己没想过 心虚 心虚 认为自己真的有犯过错的话 如果认为自己真的犯过错的话 保罗就会被押回耶路撒冷 保罗就会被押回耶路撒冷 然后跟着就会在中途被杀 而就会在中途被杀 当然他不知道他会在中途被杀 但他也不知道他会在中途被杀 所以能够想出一个这么准确的答案 所以才想出这么准确的答案 那个人生命里面一定有圣灵引导住他 人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圣灵引导住他 他一生很透明 被人看到 他没有犯过罪 他的一生很透明 被人看到 他没有犯过罪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不知道一个人如果他心里犯过罪 如果一个人心里犯过罪 他心里有愧欠的 他心里会有愧欠 你问他 你问他呢 他会口窄窄的 他会口窄窄 心里会觉得有很多亏欠的 心里会有亏欠的 我最近听过一个人说 最近我听到一个人讲 他说曾经有一个人犯罪 曾经一个人犯罪 犯了一些很小的罪 犯了很小的罪 犯了很小的罪 在香港 在香港 骗了人钱 骗人钱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被骗的人都不知道 被骗的人也不知道 警察不知道 什么人也不知道 什么人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说 这个人说 但是他的良心 会一生跟着他 但是他的良心一生跟着他 好像鬼一样不断的去追着他 去骗责他 好像鬼一样一直追着他去谴责他 他说这种是控诉 这样的控诉 更惨过真的被人揭发 就惨 比这个被人揭发还惨 我曾经有一个姊妹 曾经有一个姊妹 在加拿大开车 在高速公路 在加拿大开车 在高速公路上 我正在看着 我正在看着 我正在看着周围 有些什么人在 不过曾经有个姊妹分享 他有个姊妹曾经分享 他突然切线 他突然换线 逼着后面的车 逼着后面的车 他立刻刷车转到旁边的中间的草虫 马上刹车转到了中间的草虫 然后车在草虫上滚 好在草虫上翻 他开车走了 而他开车走了 没有碰到他的车 没有碰到他的车 但是整件车是因为他突然转线 但整个车祸是因为他突然换线 后来怎么样 后来呢 每一次在主日崇拜 每一次在主日崇拜 他坐在这里 他坐在这里 每一次当我说到罪 是会追赶人的时候 每一次我讲罪会追赶人的时候 他就会哭 他说那种内心挟构 没有办法处理 他说那种的内心 内疚没办法处理 我说你如果想处理 只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处理 只要认罪 自己认罪 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认 我都不知道怎么认 又不记得在哪一天 也不知道哪一天 又不记得在哪个地点 也不记得哪地点 只记得是在公路上 我一生都找不到那个原因 一生都会找不到原因 那不如你自己去警察局自己自首 我说你不如到警察去自首 你不承认你自己的罪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罪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罪 这个谴责一生跟着你 这个谴责一生 你不要打算跟着你入棺材就没有了 你不要以为你进了棺材就没有了 人死后还有审判的 人死后还有审判的 死后还有死后的人生 死后还有死后的人生 你那种谴责 那种谴责 所以他说得出这番说话出来 他不只是用来辩驳 鲍罗他一生很透明 他没有犯过罪 他不会去辩驳 但是菲斯都不放过保罗 但菲斯都不会放过他 第九节 在第九节菲斯都怎么说呢 圣经的作者说 因为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因为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再问保罗这样说 就问保罗说 问什么呢 他问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好吗 Words 9 我们看一下 他问保罗一条什么题目了 第九节我们看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哪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他说得多漂亮 看他讲得多漂亮 既然你说你没有罪 那不如你跟我一起上耶路撒冷 那你跟我一起上耶路撒冷 我在那里再听你的审判这事 那你再听我审断这事 这位菲斯都公不公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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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义啊 所以跟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公义 看保罗怎么回答 好吗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回答 好了 保罗怎么回答呢 不如我读完彭令多一次 大家留心听了 好吗 先从Words 10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scription How Paul responds to fetus OK 我们看一下 保罗说 那我这说 我该会控制的捕送 我应该承认 选择 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 我要上告於凱撒 菲律師都和議會商量了 就說你既上告於凱撒 就可以往凱撒那裡去 林詩妹 布羅這番的新術 講得非常之清楚 這番新術講得非常清楚 他這番說話 將所有菲斯都的計謀 和猶太人工會的設計 全部瓦解 他將菲斯都的計謀 和猶太工會的計謀 全部瓦解了 首先為何保羅有這麼清楚的回答呢 首先保羅有這麼清楚的回答呢 保羅回答什麼 保羅回答什麼 要審的東西審的就是在這裡審 因為我現在是受羅馬人的法律去審判 要審的應該在這裡審 因為是受羅馬的法律 所以要審的地方就是埃薩利亞這裡 就是在凱撒利亞這裡 不是上耶路撒冷 不是上耶路撒冷 第二樣東西 第二樣 他說如果我真的行過那些不義的東西 你可以帶我上海 我不怕的 他說如果這是什麼行過不義的事 你可以去審 我不怕的 如果我真的犯過 我死我也願意上去死 如果真的犯過 去死都不怕 但是 現在因為我們是按照羅馬人的律法審判 就是按羅馬人的律法審判 而我又明明沒有犯過猶太人的罪 我明明沒有犯過猶太人的罪 你知道的 你知道 那我要審嗎 那我去埃薩道審吧 要審的就去埃薩審了 等一下 保羅為什麼答得這麼精靜呢 保羅為什麼答得這麼精彩呢 第一樣 第一樣 他有上帝的啟示 他有上帝的啟示 上帝怎麼啟示保羅 上帝是怎麼啟示保羅的呢 保羅很早 保羅很早 已經接受了主在23章11節裡面的儀仗介紹給他知道 他已經在23章裡面有意象告訴他 我們再讀多一次 我們再讀多一次 Acts chapter 23 verse 11 and 12 11 石頭青傳23章 第十一節 我們再讀多一次好嗎 我們一起來讀 好 當夜 主站在保羅旁邊說 放心吧 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 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That night the Lord stood near him and said Keep up your courage For just as you have testified for me in Jerusalem So you must bear weakness also in Rome 弟兄姐妹 你看不看得到一個基督徒要在這個地上活了 一個基督徒在這個世上活著 第一要有聖經 第一要有聖經 要有上帝的啟示 有上帝的啟示 上帝的啟示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依靠 上帝的啟示是我們最重要的依靠 保羅得到主的啟示 保羅得到主的啟示 當時他在耶路撒冷被人砌 當時他在耶路撒冷被人陷害 主跟他講 我告訴你你先上耶路撒冷 然後去羅馬 上帝將整個過程告訴保羅 清清楚楚知道 上帝將整個過程告訴羅馬 清清楚楚 第二十五章這裏 保羅上完耶路撒冷了嗎 保羅上到耶路撒冷了嗎 上完了 上完了 去完耶路撒冷 去到耶路撒冷 原本被捕 被捕 接著被押送到埃薩尼亞 接著押到埃薩尼亞 保羅還需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 保羅需要去耶路撒冷 按照主的啟示 不需要了 按著主的啟示 做完的了 上耶路撒冷的那件事 做完了 做完見證的了 在耶路撒冷做完了見證 不需要想的了 不需要去 第一件事 做基督徒 要有上帝的說話 做基督徒要有上帝的話 你想看得透這個世界 你看得透的 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說話 一定要有上帝的說話 不是我看點 他看點 你看他看沒有重要的 不重要的 在這個世界 不是說你怎麼看 他怎麼看 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是上帝怎麼看 最重要是上帝怎麼看 你看對了又怎樣 你看對了又怎樣 你看錯了又怎樣 你看錯了又怎樣 so what 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 所以要有上帝的說話 所以要有上帝的話 你就有上帝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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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上帝的話 我重複說多次了 是很難的 你行上帝的路 行上帝的路很難 為什麼難 不是因為上帝的教導困難 怎麼難呢 不是上帝教導困難 而是上帝的道 要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裏面 罪惡不斷加困難在我們身上 只當這個社會上 真有罪惡加困難在我們身上 記不記得剛才我說 我的鄰居跟我起Fans那件事 記不記得見面講的那個鄰居的 起困難 他經常都說我起過了他半 我跟他住那麼久 他就講那麼久 我跟他住了這麼久的鄰居 他就會講了這麼久的事情 我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不想再住在他旁邊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不願意住在他旁邊 再過了兩間屋 那個人不斷丟垃圾 在後院裡變成老鼠鬥 過了旁邊的鄰居 那鄰居經常亂扔垃圾 迫到我不想走都要走 逼得我不想搬家都要搬 那你說 大燕師妹你會說 牧師你為什麼要搬家 要走他走 牧師你為什麼要搬家 要走他走 是啊 如果我這樣做 那我就要扔汽油彈的了 過旁邊 趕他走 如果這樣的話 我再扔汽油彈了再往他家裡 我旁邊 兩間屋真是 整個火堆在後院 大家一齊走 在鄰居的旁邊 就是在後院有一個什麼火堆 整個火堆 消防車警車半夜三點鐘 我還在做事的時候 湧來要淋火 消防車半夜三點的時候 就開過來了 鄧姊姊妹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是這樣 捱住你道氣 有冤無路數 有冤無路數 你怎麼做 但你仍要有智慧 仍要有智慧 不要超過上帝的公義 要超過上帝的公義 而去按照上帝的公義 去回答這個世界 按照上帝的公義 去回應這個世界 去回應這個世界 所以你要有聖靈帶著你 有聖經的教導啟示 告訴你 要聖靈帶著你 讓聖經的啟示告訴你 上帝的說話 全部在聖經講完 讓我們知道 上帝的話語 全部在聖經當中 為我們怎樣 預備我們的救恩 走向永恆的道路 講完的了 不需要再講的了 讓我們知道 怎麼預備救恩 走在永恆當中 你要知道怎麼 你就讀聖經 你要知道怎麼去做 就要讀聖經 雖然現在有時候 人們跟我討論聖經 我說你讀了聖經 才會跟我說 你不讀 我跟你說沒什麼意思 因為你跟我說 都不適合頻道 有些人說 跟我討論聖經 我就說 你先把聖經讀一下 再跟我來討論 我讀 我講講那段聖經 你又說不是 那我怎麼跟你講 我都沒什麼講 我說這段聖經 你跟我說不是 都沒有辦法去討論下去 不怕 講多樣東西給大家 這是秘密來的 那些穆者之間討論 我有時候去同工會 那些同工走來跟我討論 其中一個走過來跟我這麼說 不要跟Alan講聖經 在同工會之間的同事戰爭 有時候他們會說 哎呀不要跟Alan來講聖經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他沒有解釋 不過我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解釋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一開口就錯 我知道他一開口就錯 那段聖經都不是這麼說 他就是要這麼說 這個聖經都不是這個意思 他非要這樣強加上去 即是那句聖經是 信與不信不能同富一扼 這句說話 都說只是講婚姻 我說不是只是講婚姻 那段聖經 原本就不是講婚姻的 那个圣经是讲信与不信信与不信 不能同负一握 不能同负一恶 大牧师都错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呢大牧师都讲错 我说不是啊 这段圣经原本不是讲这件事的 我说这段圣经的原样不是讲这个 接着他说就不要跟我Iran讲圣经 接着他说哎呀不要跟我Iran讲 你不跟我讲圣经不要紧 你损失而已不是我损失 你不要讲没关系是你的损失 因为你损失了上帝的真理 因为损失了上帝的真理 我没有损失的 我没有损失 保罗在这里 不单止有上帝的说话带领 保罗在这里不单有上帝的话带领 不单止有圣灵的带领 不单有圣灵的带领 第三点 第三点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非常重要一点 每一个人不是只是年轻人 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 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 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 千万不要去为自己的利益一口气去争取 千万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 不要为一口气而去争取 为了争一口气而去争取 如果保罗在这个时候 而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这么说 你帮犹太人公会真是麻烦 你们这些犹太人公会真是麻烦 好 等我上去耶路撒冷和你争取一轮 好 我跟你们上耶路撒冷跟你们争取 等一下 这个人之常情来的 我告诉你 这是人之常情 你跟我争取 你跟我争取 好 我跟你争取到底 我跟你争取到底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罪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了 罪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你不给我啊 你不给我 我就继续争取 我就继续争取 我一定要赢你 我一定要赢你 好胜的心就是人堕落的原因 好胜的心就是人堕落的原因 我重复讲多次 重复讲一点 好胜的心就是人堕落的原因 好胜的心就是人堕落的原因 If you always ask for a championship for yourself This is the cause the major cause of your life failure 为什么啊 你这些东西都为自己争取嘛 因为你什么事都要为自己争取 我对了 我对了 我看的就是公义 我看的就是公义 我看的就是对 我看的就是对 我要求的就是需要 我所需要的原因 这个是我人权 这是我的人权 对不起啊 如果你每次做激徒 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跌回到罪人的心怨里面 如果你作为基督徒 时时刻刻都这么想的话 你就会跌入这个罪的声音 菲斯都摆明个局 全部来于一不二 如果不停陪我一起上去耶路撒冷 再讨论过啊 菲斯中呢 摆明是摆了一个局 要让保罗去 再次想到耶路撒冷 听我神叛多一些篇吧 保罗如果这样 好啊 那你就中招了 保罗如果说好啊 就中招了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其中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他生命 不是为自己而去争取 不是为自己而去争取 听清楚这句话 听清楚 不是代表我们不努力 我们需要努力的 我们需要努力 但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为自己去争取 每一样事情都为自己争取 基督徒的人生三个字讲完的而已 基督徒的人生呢 三个字 荣耀神 荣耀神 你做每一样东西 上帝得荣耀 上帝的荣耀 上帝怎样得荣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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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赢了就得荣耀啊 是不是你赢了就得荣耀呢 上帝怎样得荣耀啊 上帝怎样得荣耀呢 上帝的旨意 拯救世人的心 能够在这个地上 借着我们可以去彰显 上帝的旨意呢 拯救这个世上的生呢 能在我们身上彰显 我盼望我自己做基督徒啊 我盼望自己做基督徒 每一个接触过我的人 每一个接触我的人 都可以走近上帝多一步 都能够走在上帝上面 多地一步 这些就叫荣耀神了 这就是荣耀神 如果人们认识我之后 如果人认识我之后 走远一点的 走远一点 从神走更远的 从神走更远 那我就不是荣耀神了 那就不是荣耀神了 有些基督徒又说 我在公众地方祈祷啊 祈祷多些了 荣耀神啊 这样就是 有人说啊 我在公众地方祈祷 荣耀神啊 结果被人看见 原来这帮虚偽的人 就被人看到 是些虚伪的人 借上帝的名 借上帝的名 做其他的事 做其他的事 听见节目 这些叫荣耀神啊 就是荣耀神啊 羞辱神 是羞辱神 菲斯多怎么样啊 在保罗这么一连串的回答之后 菲斯多是怎么样呢 在保罗一连串的回答之后 他真的无话可说了 他无话可说了 人 保罗是罗马人 人呢 保罗是罗马人 审是罗马法庭审 审判呢 在罗马法庭审 菲斯多从头到尾都没讲过 保罗的权益 作为一个罗马公民 菲斯多从头到尾都没讲过 保罗的权益 作为罗马人的权益 他倒过来 给保罗提醒他 他倒过来 被保罗提醒 要审 交我去 我去那里审 要审 叫我去交到凯撒那里 因为这里审不了 巡抚都审不了 就上去中央政府 巡抚审不了 往上面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怎么审 到时再上帝处理 可能中央政府很可怕 中央政府怎么审认 由上帝来 都没关系 上帝叫你去到罗马 你就去 上帝叫你去罗马 多恐怖你都去 这些就是基督徒应有的见证 这是基督徒应有的见证 所以有些人 所以有些人 经常找 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要争取民主自由 基督徒要在世上争取 那我们就可以敬拜了 我们就可以敬拜了 自由了 荣耀神了 不是的 等于我告诉你基督徒如何做见证 基督徒是怎样做见证呢 当你在有民主自由的地方的时候 好像加拿大那样 当你在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的时候 好像加拿大 你就在那里见证着 你就在这里见证着 同样你去了一个地方 同样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极权统治 是一个极权统治 好像希特拉那样统治的 好像希特勒那样 那是不是不见证啊 不是 是不是做见证呢 你作为基督徒就在那个地方 那里去做见证 你作为基督徒就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里做见证 哪个人做过 有很多人做过 不过我举一个例子 我很欣赏的一个牧者 有哪些人做过呢 我有一个很欣赏的一个牧者 他的名字叫潘霍华牧师 他的名字叫潘弗华牧师 他死了四十几岁 他死的时候四十多岁 他英文名字叫邦霍华 英文名字叫邦霍华 我非常欣赏这位牧者 我非常欣赏他 他神学非常准确 神学非常准确 他既然上帝摆得他 在希特拉管治的时代 上帝将他摆在希特拉管治的时代 他就在希特拉的管治之下 去做见证 他就在希特拉的管治之下做见证 就是后来他死了 最后他死了 在监狱里死了 在监狱里面 就是解放欧洲之前两天 他就被杀了 在解放欧洲前两天被杀了 你说等多两天他就不用死了 等多两天就不用死了 上帝要他死早两天 就死早两天了 上帝让他死多两天 早两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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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早两天了 死早 死又何干 死又何干 不需要怕 不需要 上帝说 死早两天更好 上帝说死多两天 不是我说的 保罗都这么说的 若是我今天死好得无比 若是保罗也是说 若是我今天死好的无比 然而为了你们 上帝还把我全谋 仍然为了你们上帝把我存留 昨天前月 我作为牧者 作为牧者 我告诉大家 告诉我 我告诉大家 在这二十多年的内部 在二十多年里面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人 叫我去哪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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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忽恼 經常有不同的人跟我說 到那裏去墓會 到這裏去墓會 經常慫恿我去 我經常都說 以馬來灣有三四十人 什麼教會 都不是教會 以馬來里有三十來人 都不是什麼教會 做教會當然是做大教會 做教會當然要做大教會 就是打工 打工當然去大公司做 像打工一樣要去大公司 我不是否定去大公司做事 或者大教會做事 我不否定去大公司或大教會 但上帝能擺在我 那上帝把我放在這裏 我就安心在這個地方 去把上帝的說話說 我就安心在這個地方 明知不知道你們牧者 去年 去年 前年 曾經講過一堂道 在一堂大教會 三千人聽 聽完之後 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 不是我錯 不是我錯 是他們說我錯 上帝不叫我去 我就不去 上帝不讓我去我就不去 不用去 挺舒服 不去了 很舒服 回顧上帝給保羅 回顧上帝給保羅 面對一個這樣的 非斯都 面對這樣一個非斯都 真是激死 被他氣死 但是上帝給保羅有這樣的智慧 那上帝給保羅智慧 有他的道理 誘導他 走在一條 合而上帝的事奉路上面 走在 符合上帝心意的道路上 在這個時候 就打開了保羅 進到去 羅馬的路程 那這裡呢 就打開了 保羅進入羅馬的路程 從第25章 和25章 十三節開始 十三節開始 我們就開始看見 保羅怎樣預備 在上這個羅馬的路程 所發生的種種事 我們可以看到 保羅預備去羅馬 所發生的事情 很精彩 我很精彩 我告訴你 接下來這三章 其實我應該要講的講章 應該超過15章 不過我又怕太長 大家頂不住 我盡量希望濃縮了它 接下來都很精彩 有三章 大概有獎章 有15章 但是保羅的見證 保羅的見證 就被我們看到 上帝用惡人在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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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侍奉的機會 更明顯 更清晰 反而適應得更加明顯清楚 而這條題目呢 而這個題目呢 我是特別是希望那些 現在正在回教會 覺得自己在教會 很不喜歡自己在教會的信徒 他們聽清楚這段的信息 我希望那些正在去教會 但是覺得教會不喜歡 他的基督徒呢 聽清楚 有一個 有好幾個大兄姊妹 曾經來跟我談了很久 有幾個弟兄姊妹 曾跟我談了很久 這些都是很好的大兄姊妹 有些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 她就跟我說 她說牧師 我不想再回我自己的教會 她說牧師 我不想回我自己的教會 很奇怪的 我想告訴大家 這些信徒呢 在教會幾千人 都找不到一個牧者 跟她談 不過不知道為何會找到我 跟她談 那很奇怪 在幾千人的教會 找不到牧者跟她 談談這些事情 她說我們教會 那些傳道人 講道又亂講 那些傳道人就是亂講 那些信徒又進來 就是欺騙其他信徒 進來就是欺騙其他的信徒 進來就有年輕的結交男女朋友 年輕人就是為了結交男女朋友 做生意的 進來找生意 做生意的 是找生意 有些無聊的 來休息時間 消磨時間 有些無聊的人 是消磨時間 那些教會 我回去幹什麼 她說 她說這樣的教會 我去她幹什麼 我想走了 我想來你教會聚會 我想來到你的教會 好嗎?大兄姊妹 我問一下我們教會的掌執 好嗎? 那些人來我們教會 好啊 牧師快點叫她來 是吧 牧師快點叫她來 你準備我怎麼回答她 知道我怎麼回答她 我們千萬不要來 千萬不要來 留在你自己的教會 還留在你的教會 既然你看得這麼清楚 既然你看這麼清楚 上帝就擺你在你這間教會裡 要你在裡面作見證 上帝就擺你在那個教會裡 讓你去做見證 你需要幫助 你可以跟我談 但你仍然要留在你的教會裡 仍然留在你的教會 因為你正正看到 上帝給你在這間教會的角色 因為你看清楚了 上帝給你在這個教會的角色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讓真正的相信 讓真正的相信 影響在這個群體的當中 影響這個群體當中 同盟感召的人 同盟感召的人 這個就是你的工作啊 這就是你的工作 你不要走來我教會 我不需要啊 不要來到我的教會 我不需要 你指回去你的教會 你在你的教會 敢召那些大英姊妹 幫助他們看見上帝怎樣相信 幫助他們看見上帝怎樣相信 上帝 讓我總結今天的講道 讓我總結一下今天的講道 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馬太福音十三章 馬太福音十三章 十二十四節至三十節 我們一起揀下去好嗎 我們一起揀 馬太福音十三章 馬太福音十三章 二十四至三十節 二十四到三十節 二十四到三十節 一連串是耶穌講比喻的系列 至中其中一個比喻 就是耶穌所講的比喻當中的一個比喻 將來有機會我跟大家開一系列講比喻的講道 將來有機會跟大家開一系列的比喻的講道 這個可以說是你們牧者其中一個主要研究的題目 可以說是牧者的一個主要研究的題目 我現在有個心願 我現在有個心願 我希望在我臨死之前 希望在我臨死之前 將我所認識的所有聖經的人 將我知道了所有聖經的信 過了給所有一些有心學習的信徒 將給所有有心學的信徒 過不過得了我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的人我也都不知道 將不交道完呢我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的人呢也不知道 至少我希望在我的講道裏面 有錄音將來人會聽到 至少在我的講道裏面有錄音 明白上帝如何在這些比喻裏面的原意 明白了上帝在這些比喻裏面的寓意 如何將他的心思意念介紹給我們 怎樣將他的心思意念告訴我們 我們讀一次好嗎 我們讀一次 13章 Matthew Chapter 13 Words 24 Up to 30 我們讀一次好嗎 馬太福音13章24到30節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 耶穌又切個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象人殺好種的田女 及知人睡覺時候有仇敵來 將杯子插在墨子裡就走了 到掌苗套睡的時候 拜子也顯出來 田主的伯仁來告訴他說 主呀 你不是殺好種在田女嗎 從那裡來的敗子呢 主人說 這是仇敵造的 伯仁說 你要我們去肉出來嗎 主人說 不必恐怕肉敗子 連墨子也拔出來 容者兩願一起掌 等著收覺 當收覺的時候 我對收覺的人說 先將敗子要出來 捆成捆 留著燒 唯有墨子要收在創裡 弟兄姐妹 熟不熟悉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熟悉嗎 什麼原因 為什麼聖經有一段這樣的經文呢 什麼原因聖經有這樣一段經文呢 所有的比喻在聖經裡面 都是介紹上帝是怎樣的 所有的比喻在聖經裡面 都是介紹上帝是怎樣的 所有 所有 聽清楚這句說話 所有的比喻都是讓我們去認識 我們上帝是怎樣做事 他是怎樣的為神 所有的比喻都是讓我們知道 上帝是怎樣做事 所以有很多的比喻 叫做 the parable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也都是介紹上帝的國是怎樣管治的 也有一個比喻講 上帝的國是怎樣管治的 這裡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的一個 上帝怎樣管治這個世界 他不是不知道這個世界充滿罪惡 上帝是怎樣管治這個世界 他不是不知道這個世界怎樣充滿罪惡 這些敗子的種 扔了下去的時候 生出來 那些木博人告訴主人 喂 有些這樣的東西 這個帝是在這個面子裡面 這個仆人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Wars 28 主人怎麼說 I know it 主人說什麼 我知道 今天的人 I don't know 上主就不會 I don't know 上主什麼都知道 上主呢 什麼都知道 所以屬神的子民的人 不是 什麼都不知道 是 try your best to know 屬神的子民 屬神的子民 什麼都要 是的都知道 誰做的 仇敵做的 誰做的呢 那個對我不好的人 對我不好的人 對我不好的人 主人知道 主人知道 在身邊有些人 身邊的有的人 他做些事情 想賭他米 有的人是對他不好 賭米 你知不知道 廣東話 專門做破壞 專門做破壞 肯有些人 你做建造 肯有人破壞 你做建築 肯定有人做破壞 魔鬼和撒旦就是這樣 專門做破壞 魔鬼和撒旦 上帝就努力興建 上帝就努力興建 他就盡情破壞 他們進行破壞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在這樣的狀態下 那些伯人出了一條計 那些伯人就出了個 立刻拔掉那些伯子出來 他立刻拔掉那個 被子扔掉 伯人好心啊 伯人好心 心腸很好啊 心腸好 但是主人說什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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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說不必 留回他在這裏 留著 讓他一起長大 一起長大 那你就會說 那土地的養份 是不是被那些伯子吸了 你說那個土地的養份 不是被他吸了嗎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上主恩典足够 上帝的恩典足够 大把養份在土地 淫吸 很多的養份在土地上 所以等一下 上帝的恩典大把 你不用擔心 你拿了上帝恩典 別人沒有了 不會的 上帝大把恩典 連壞人上帝都給他們恩典 上帝的恩典充足 你不用擔心 你拿多了 別人沒有 他都長大的 他也是長大 不過長大之後 結局不同 結果不同 結果不同 上主會分開 上帝會分開 將脈子 脈子 杯子 分開 脈子被好好保養 脈子被好好保養 鎖在這個倉庫裏面 鎖在倉庫當中 到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 需要的時候拿出來 拜子 拜子 馬上被摧毀 馬上摧毀 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為上帝擔心恩典不救 你不需要為上帝擔心恩典不夠 你要欣賞 上帝那種歡榮 你要欣賞上帝那種寬容 上帝真是讓罪人 享盡上帝的恩典 他們死在罪喪中 上帝讓罪人享盡上帝的恩典 而死在罪當中 聽不清楚 加拿大是這樣立國的 我告訴大家 加拿大是這樣立國的 加拿大是一個什麼國家 加拿大是什麼國家 福利國家 是個福利國家 這個國家很多福利派 國家很多福利派 我告訴大家 我所知道 一個難民 一個難民 到埔來了加拿大之後 來到加拿大 在未經審核過程之前的結果 沒有經過審核之前的結果 他們每一個星期 他們每星期 有900元的錢可以津貼給他們 有900塊錢的補貼 包牙 有包括 或者現在改了那個數目了 我不知道 這個是四五年前的數目 包牙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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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包牙科保健 你有沒有牙科保健 你排牙沒有了 都沒有人理你 牙沒了 掉光了都沒有人理你 If you are refugees You will get 900多元 還有牙科保健 如果你是難民的話 你還有 加拿大那些人是這樣的 為什麼加拿大這麼 這樣子呢 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加拿大 只需要他生三個小朋友 在加拿大你有三個小孩 年齡低於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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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不需要做事 你完全不需要做事 你一個月的牛奶金 一個月的牛奶金 Canada Child Benefit 小孩今天 大約有3600元 大概有3600塊 你需要不需要做啊 你還要工作嗎 你還要工作嗎 你和我要做 李先生不用做了 不是都要做 在家裡 我要做餐死的 做到死了 都在餵一個千來二千元 還有一千兩千元 他還打電話來投訴 他們還要投訴 收不早 收不到錢 第三 第三 你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都不用做 田份報稅表 先一張報稅表 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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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每一季 你有多少錢的GST收入嗎 政府 每一季你有可以收到GST的退聚呢 至少三 二百多元 至少有兩百多塊 不用做 不用做 每一季都有兩百多 每個季都有兩百多 三千多元 個月 的 育嬰服務 三千多塊錢的嬰兒費 不是 我還沒有說其他 我還沒有說其他 還沒有其他 為什麼我們加拿大是這樣 為什麼加拿大這樣呢 他本著上帝的心腸 本著上帝的心腸 立國的時候 立國的時候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 不怕吃虧給他們 不怕吃虧給他們 還有 那些 又說自己有雙殘的 又申請雙殘退稅費的扣金 如果有些是雙殘人士 還可以申請雙殘人士的補貼 申請一個八千六百元 一個有八千六百元 個個都來申請 個個都申請 個個都說自己是雙殘 個都說自己有雙殘 又說自己有糖尿病是雙殘 說糖尿病也是雙殘 我就真的有雙殘了 我摸在街上 真的站著 逛逛逛逛 跪在大地 兩個膝頭爛了 我就有一次摔摔 痛 現在還在痛 現在還在痛 我都沒有申請雙殘 我都沒有申請雙殘 他們那些 又說自己睡不著又傷殘 睡不著又傷殘 失眠又說傷殘 失眠 又說有壓力 所以有壓力 那你做什麼 那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做 現在有壓力 所以不用做事 所以有壓力 原來沒有壓力 有壓力 不用做事 有錢 我想不到這個邏輯 在哪裡 我有時候 有壓力 做不到事情 還有錢拿 但是為何加拿大要這樣 你想想這個 為何加拿大要這樣 為什麼加拿大要這樣 因為一個原因 因為一個原因 加拿大相信一件事情 加拿大相信一個 我有的 我有的 我幫到你盡 我能盡力幫你 但是我看看你怎麼對我 我看你怎麼對我 多少人來了加拿大 拿了福利 然後扔回到自己的國家的對面 有很多人是 在來到加拿大拿了福利 然後寄回自己原來的國家 乍乍乍乍乍 經美國走了 去美國 回到自己的 home country 多少是這樣 很多人拿了福利之後 然後又轉回到 騙完這邊的福利 又騙完那邊的福利 騙完這邊的福利 又騙了那邊的福利 等一下師母 為什麼 我們不是不知道 我們不是不知道 小小一個王兆權牧師都知道 怎麼會政府不知道 小小一個王牧師 目前那個牧師都知道 難道政府不知道嗎 有一個 當然有很多原因 當然有很多原因 不過立國的時候 立國的時候 我相信原本原意是 原本的原意是 我幫到你盡 我盡力幫你 就像上帝一樣 你就算是惡人也好 就算你是惡人 給你享受 給你享受 不過你今天享受了 那你今天享受了 他日你的結果如何呢 他日你的結果如何呢 到時你沒得賴 到時你不要賴賬 我們做父母也一樣 作為父母也一樣 將最好的給子女 將最好的給兒女 我自己做丈夫的 將最好的東西 去付出在我自己的家庭裏面 將最好的付出給自己的家庭 這個是我們應該有的 這是我們應該有的 問題的就是 問題是 今天的人 今天的人 怎麼回應呢 怎麼回應呢 加拿大的人怎麼回應呢 加拿大人怎麼回應呢 世界的人怎麼回應呢 世界的人怎麼回應呢 這個世界實在太扭曲了 太多罪人在當中 太多罪人在其間 太多惡人在當中 但上帝 他的旨意是 他的旨意 幫到你盡 幫到你盡 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這幫信徒 更加的廉靜 一方面幫助我們信徒更加的廉靜 這條就是誠聖的路 就是誠聖的路 就是誠聖的誠聖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不容易的誠聖的誠聖 不容易 講句簡單一點的說話 簡單講一句話 信主也不容易 信主也不容易 但誠聖更加困難 但誠聖更加困難 求主幫助我們 修主幫助我們 怎麼幫助我們 怎麼幫助呢 信他 信他 讀他的話 隨聖靈引導 隨聖靈引導 像我們智慧 像保羅一樣 好像保羅一樣 回應這個世界 回應社會 準確地回應 準確地回應 事必父神多謝你 給我們今天 這段這麼寶貴的聖經 讓我們真是 能夠對上帝 你更深的認識 讓我們明白到 信徒的遭遇 保羅我相信 他知道他的處境 絕不容易 可以說得 十 十成九都會死在 隨時的片刻當中 但他仍然走在上帝你的當中 因為他知道 他不是冒險而行 而是一位上主陪著他而行 恩主求你 我們也同樣 好像保羅一樣 看到你和我們一起走 走這條基督徒的人生路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Through this passage Let us to know Who you are You are the one Showing your utmost generosity To all the people Including the sinful And the righteous Because You want us to know No matter We are believed Or not believe in you We still see the God Who you are Thank you You let us know Have a person Like Apostle Paul He committed his life His bravery Is not because Of his own courage only But because The encouragement Of your word Through your revelation In the Bible Through the Lord Jesus Christ He firmly Walk On your path Thank you This testimony Let us to have another Encouragement And examples How that we should Follow you To complete Our life journey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